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历经刚好十四年多了 前面的十年真的就好像 处于 可是 政府各方面还不会重视到 所以都只是这样默默在做 默默在推广传统文化 默默在倡导智慧型的传统文化 因为觉得这些事情 这些工作对于社会 对于国家 对我们后代子孙 有意的事情就默默去做 默默去做 当然在十几年来 也遇到过有支持的政府官员 也有否定的政府官员 也有那些只有考量经济现实利益的官员 当他们如果只考量现实经济利益的话 他们是不会重视文化的 不会重视心灵方面的 他想到的是 你能够带给我多少收入 你能够带给我现实的经济多少收入 如果是这样的这种领导就没办法谈 就没办法谈 因为你不重视文化 不重视心灵层次的话 就没办法深谈 所以就很难合作 你懂得欣赏懂得珍惜 那我们就无条件 无所求而来回馈来服务 而如果你不懂不了解 你考量的是现实的经济 现实的金钱 那这样的层次 我们就没办法深谈 我不勉强 也不攀缘 就随缘 所以就这样 还好 这边的领导 都是蛮重视 这种优质传统文化的传播 希望不光只是经济 不光只是观光旅游 要有心灵的层次 要有文化的注入 要能够有这种 也就是品质要提升 那就是有不少的共事 共鸣 所以就尽量来奉献付出 在这边 我从来也没有拿政府的任何薪水 就是奉献付出 就这样 好 今天是十五吧 对不对 你们不知道是吧 今天是十五号 农历的十五号 我们就在这里赏月 真的这是刚出炉的 你看这里 一定比到外面 看的那个还更漂亮 这个是刚好那个时间点 他刚生出来 天还没有很暗 还有一点蓝天做背景的情况 你看 因为刚好 下面的那个树还可以看到 因为刚好月亮刚生出来 那时候天还不是很暗 还有一些蓝天的背景 所以这时候拍下来 有这个蓝天的背景 很漂亮 很漂亮 好 好 好 我们继续来谈心灵的成绩 能量的成绩 这是 这是江西那边生态村 这个真的就是荒废的村庄 我们因为有些人有这样的因缘 发心 那把这个荒废的村庄 再把它活用起来 希望将来能够变成一个宝地 因为真的村民都已经 绝大多数的都已经外迁出去了 都是一些荒废的土房子 现在我们再把它慢慢的活络起来 让它能够成为真正一个保护生态环境 非常好的农耕方式 自然农法的一个实践的地方 然后让各方面将来 可以来这里来参观 在我们生态村的墙壁上 那个土墙 你看这个土房子 土房子你们有住过吗 可能很多人没有住过 我以前住的也不全是这种土房子 这个土房子住起来很舒服 土房子是会呼吸的房子 我们一般的这个水泥砖 这个是不会的 所以土房子它住起来 它会怎么样 东卵夏凉 对 东卵夏凉 东卵夏凉 所以真正如果能够有土房子 可以住的话 如果一个五星级的大饭店 跟土房子让我选的话 我会喜欢选土房子 因为那个房子会呼吸 你在里面你就感觉到 就好像我们就在母亲的怀抱里 它是有温暖度的 它是大地母亲的呈现 而不是一般的这种水泥钢筋 不一样 在这个墙壁上挂着 英文那边 他们大家都是重视传统文化的力行 把道德经方面也都认真的在实践 包括政府所提倡的这种环保方面 他们也都在配合 而且不但是配合 而且很多方面都是在做一种倡导 先行的倡导 青山绿水 向你微笑 包括我们也都很重视 不污染 水源也一定不污染 土地也不要污染 不要破坏 做好的榜样 做好的保护 一方面 现在就可以让各方面的人 陆陆续续来参观 也来推广 真的 那边我们这个地方之后 有人来参观之后 他们就去 回去他们就去带动了 也有企业家 也有慈善团队 他们来觉得 哇这样的方式非常好 然后人跟土地 可以很亲密的在一起 如果你到那个农田 他有喷沙那些沙草剂 喷荣药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土地 你不会想靠近 不会想在那里久留 但是这一种 有生机的土地 良好的生态村 你进入到这里 你会感受 那个气氛资产就是不一样 它是很亲和力 很亲切的 所以你在这种村庄里面 你就会感受 更容易体会到天地父母 就是这样在爱护我们 保护我们 给我们干净的空气 给我们干净的水 给我们优越的生态环境 所以我们不要破坏它 天地父母都用大爱在养育我们 在这个墙壁上面也挂出这一张 这是今年 今年1月18号 习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在那边面向世界各国领袖 所做的一篇发表 那篇发表就是 共同构建 全世界大家形成一种 命运共同体 促进全世界大家有这样的体会 就是全世界各国 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 他这篇文章非常好 来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 等一下我再把这一段 他的现场实际演讲的那一片段 等一下再把它播出来 来我们大家先把这一段朗诵一遍 好 从上面开始 从那个标题开始 共同构建人类生命共同体 坚持地色地盖 坚持一个精明美丽的世界 人与自然共生共存 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 空气 太阳 水 土壤 南天等 自然资源 用之不绝 施之难蓄 工业化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户 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 我们不能是祖宗爱 断死存入 用破坏性方式 逃花感 律之清善就是清善盈善 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 到法自然的理念 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你看 这里面 这是变向世界各国领袖 在联合国 变向世界各国领袖 所做的一篇演讲 里面都有提到 我们要保护好大自然 而且要来到 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 到法自然的理念 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你看 所讲的 跟你们现在学的 一样 好 来 我们现在来看 那个 实际的 纪录片 坚持绿色低碳 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与自然 共生共存 伤害自然 最终将伤击人类 空气 水 土壤 蓝天 等 自然资源 用之不绝 失之难续 工业化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 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 生态创伤 我们不能吃祖宗饭 断子孙路 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应该遵循 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的理念 寻求 永续发展之路 我们要倡导 绿色低碳 循环 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平衡推进 二零三零可持续发展议程 不断开拓生产发展 生活赋予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因为现在政府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的普及推广 也非常重视道德经的普及推广 教育部也已经把道德经列为幼儿园大班要朗诵的读本课程 把道德经列为高中二年级大家都要通篇学习的课程 这些都是政府教育部已经公布出来了 公布出来 不只是我们的年轻子女要学习 现在政府各级官员领导 也都要轮流学习传统文化 政府已经开始在做了 所以这些都是好现象 因为道德经这个课程不容易教不容易讲 所以这三年来就专门以红传道德经为主 其他的为辅助 所以大概70%是用在弘扬道德经方面 也多做这方面的干部跟师资的培训 因为真的道德经它就是协助人类 能够开启高等的智慧 协助人类心灵的进化提升 真正人类要进化 绝对不是达尔文的那些理论 达尔文所讲的那种物竞天者 只会让这个世界陷入更积极的那种竞争对立 那个不会是进化 而是会导向冲突对立不断 比较更严重的就是 会让人类心灵朝向野蛮化 那种恶性竞争对立 真的会让世界朝向野蛮化 而世界真的要进化 就是要从心灵层次来提升 多让人类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高等的爱 让人类体会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 让人类体会我们跟天地父母 跟万物的密切关系 这是人类要学习的课程 这个跟宗教信仰无关 而是人类能不能学到这些真正的真理 真正的实相 所以我觉得政府这几年来 大力的倡导弘扬传统文化 还有非常重视道德经 这些都是非常好现象 所以我们也乐意跟政府来做一些配合 协助更多人来沿洗道德经 好 所以你们现在所在做的就是已经是走在这方面的前端 来 现在再把这个五百的无私的这种爱再练一遍 我们现在要进行后面再提升上来 因为大家要再提升上来 把前面的先理解 然后更好更顺利的可以连接上来 好 我把这段开始再重新一遍 人爱无私的振动频率是五百 这里的爱是无条件的爱 是不变更的爱 是永久性的爱 这种爱不会动摇 它不是来自外界的任何因素 也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到的基于小我的爱 由存在神圣本质自然流露 爱是永恒的 爱是滋养和维持这个世界的 它不是知性的爱 不是来自头脑的爱 它是发自心灵的爱 爱是总是聚焦在生活美好的那一面上 并且增大积极的经验 这是一个真正幸福的能及 好 这里再补充一下 有些宗教 劝信徒或是修行人 你们要断除那些爱 不能够有爱 这方面很容易被误解 所以很多人变成修行 修到后面就变成好像能血动物 变成好像能血动物 因为他们认为 就是要断除爱 断除爱欲 觉得这个爱它就是痛苦 爱就是怎么样 会带来痛苦 这个爱就是生死轮回的关键 但是要知道 佛教所讲要断除的爱 那是错爱 假爱 错爱 这种爱是要断除的 并不是说 所有那些修行人就是要来到 都没有感情 没有绝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世界 整个这个世界都会变成冰冷的世界 没有活力的世界 没有活力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渐渐的朝向死亡 不是要把爱毁灭掉 而是要把错爱 假爱 错爱 那些会带来痛苦的爱 要把它净化掉 要把那些去除掉 所以事实上就是要我们学到 真正的大爱 我们所要学的就是要学习真正的大爱 那这种大爱呢 就是这里所讲的500层级的这个爱 就是来到所谓的真正的大爱 一般人你用自我去构筑 自我所要的世界 包括你用自我去构筑你的婚姻 那个如果只要是有条件 有所求 你那种能量层级很难超过300 很难超过300 有条件有所求的 大部分都在300以下 所以这种500层级的这种爱 就是真爱 无条件无所求 这是高等心灵的品质 才能够流露出这种真爱 它是不讲条件的 所以你看它这里就有写出来 这里的爱是无条件的爱 是不变更的爱 是永久性的爱 包括天地父母 太阳对我们的爱 道对我们的爱 都是这种 只是一般人看不出 认不出 不了解 看不懂 所以就变成不知道什么是真爱 结果用自我去爱 而这种自我去爱 往往都是有条件有所求 这种有条件有所求的爱 就会带来痛苦 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要把这种小我的爱 自私的爱 要把它提升上来 要迈向高等心灵的这种爱 而这种爱呢 它是永恒的 爱是滋润和维持这个世界的 大家好提会这一点 家庭要和谐 一定要学到真爱 这个世界要和平 要把真爱推广开来 我们要真诚真心的 爱护每个民族 我们要真诚真心的 爱护每个国家 有的人就会问 那我们爱别人 那别人要欺负我们怎么办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学到爱 更需要我们把真爱传播出去 传播给他们 让他们早日学到真爱 就是这样 所以它不是知性的爱 不是来自头脑的爱 它是发自心灵的爱 而这种发自心灵的爱 就是老子所讲的 你只要把道之心启发出来 它就自然流露 这个不是用自我去修 所能够修出来的 你用有违法去努力 用各种法门去修 你没办法修出真爱 那个自我越强大 它那个爱都含有主宰欲 含有我慢 所以那是来自 我们心灵 灵性的流露 老子要我们学到的就是这种 不是从外来的那一种 练功夫的慈悲 练功夫的那一种道德 那一种爱 不是这样 而是让我们从内 启发出来 流露出来 我们每个人都有光明神圣的大爱 我们来自于道 我们都拥有道的最高心灵品质的爱 只是你忘掉了 忘了我是谁 真的忘了我是谁 结果呢 活在那个虚幻 错误认知的世界 所以为什么常常提到 要觉醒过来 当我们真正觉醒过来 你才会体会到生命的神圣 当你了解我们生命的神圣 你也同样会尊重每个人的生命 当你真正爱自己 你才会真正爱每个人 所以这是发自心灵的爱 爱是总是聚焦在生活美好的那一面上 并且增大积极的经验 这是一个真正幸福的能及 如果你能够真正体会爱 希望大家要跟天地父母看起学习 跟道看起学习 如果你真正能够看懂天地父母的大爱 看懂道的大爱 你自然会启发出 我们本质具足的高等心灵的爱 而这时候呢 你会真正活在真正幸福的世界 你的内心会很祥和 充满慈悲 充满爱 当你内心真正祥和 充满幸福 慈悲 爱 你到哪里就自然 把你所有的自然的流露出来 如果你内心充满冲突痛苦 你到哪里你就自然把你所有的 就是带给别人冲突痛苦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体会 你们现在所学的这个课程 就是帮助大家 启发出我们高等的心灵 把我们的真正慈悲大爱能够启发出来 流露出来 这样了解吗 OK 好 再继续提升上来 平和极乐的振动频率是600 这个能量层级和所谓的卓越 自我实现以及基督意识有关 它非常稀有 一千万人当中有一个人能够达到 回到清静本心 这是一种非同寻常 无法言语的现象 头脑保持长久的沉默 不再分析 操控 判断 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成为同一个人 观照者消融在观照中 成为观照本身 虽然在其他人眼里 这个世界还是老样子 分裂 对立 但是在这人眼里 世界却是一个 一体世界 和宇宙源头进化 一起协同舞蹈的 不断浮动进化的流转 这里他用的 言词 跟道流经 有很多都是很雷同 但有的人 不容易真正把这两者连贯起来 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能量层己 和所谓的卓越 自我实现 以及基督意识 他这里讲基督意识 事实上就是道 宇宙本体道的那个意识 也就是渐渐的接近了 道的清净 本心的状态 道之心的状态 道德经里面有提到 失去道而后 得 失去德而后 人 失去人而后 义 道 得 人 义 理 所以我们要知道 老子把宇宙众生的心灵品质 看得很透彻 看得很透彻 你失去了这个才会降到下一个层级 失去了第二个层级才会降到第三个层级 好 如果你在讲理的层级是在第五个层级的这种情况 所以老子是希望我们不是在这个下面的层级在那里练功夫 在那里讲仁义道德 然后不断的在那里讲各种修养 当然这些也是重要 这些是要有 这个就是有违法 但老子清楚的知道 这些只是能够治标 就要像你有病 因为有病不是一直去吃各种药 然后要快速 然后不断的掉点滴打针 那些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 好 心灵有病 老子要我们的就是最好的方法 不吃药 不打针 用顺天之道的方法来让心灵 让身心恢复健康 所以老子解决事情方法是 不要在下面这里 一直在枝柳末节上面 没完没了的在那里 就是在那里 一直用自我去修 学十八般无益 还是在苦海浮沉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回到最高的道 来学习 来了解生命的实相 你要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有道的心灵品质 特征特性 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 最优越的心灵品质 特征特性呢 把它启发出来 这个就好像 用个比喻来讲 你认为你很贫穷 那这个你觉得你很贫穷 结果怎么样呢 到处常常去要跟别人要钱 或是要跟别人乞讨 要钱 或是觉得自己很穷 然后要常常去到处去打拼努力工作 喂三餐 然后在那里一直的做得很辛苦 很多人会告诉你 成功术 你赶快 因为你现在很贫穷 你赶快去冲 赶快去冲 然后你怎么样去赚多多钱 都是在界定 因为你贫穷 所以你要去跟别人借 或是去 怎么样去冲刺 去赚钱 或是更可怜的 你怎么样去乞讨 怎么样去接受别人的救济 很多修行人 他的心态是等待被救济 这个都是没有了解生命事项 老子要告诉我们的就是 你要知道 你本来就不贫穷 你认为贫穷 那是因为你错误的认知 老子是要协助我们 你要去看到 你本身 本来你就具有无尽的宝藏 是你把它埋没掉了 你把它遗忘掉了 你本来很单纯 那你把你的生命 变成很复杂 复杂到 你不知道 你把你的宝藏在哪里了 老子很清楚的知道 你都有很珍贵的无尽宝藏 你为什么要当个像个乞丐 所以这就是老子的解决方式 别人不知道才跟你认同 说你像个乞丐很可怜 你要怎么样 老子很清楚的看到 你不贫穷 你拥有无尽的宝藏 不要向外面去求 你要回来 静下来 好好去 把这个无尽宝藏 开启出来 但是因为你已经迷茫很久 所以就要一个寻宝地图 告诉你 你的宝藏你藏在哪里 哪里可以找到珍宝 道德经就是一个寻宝图 帮助我们找回我们的心灵 帮助我们找回我们的无尽宝藏 我用这样的比喻 你们了解吗 所以这个就是 不是从一直在那里治标 而是要从根本来解决 当你有一天你真正发现到 原来我拥有无尽的宝藏 这时候你才会来到 道德经里面所讲的 知足常乐 而真正的知足之人 才是真正的什么 复有之人 所以你不要想说 我来这里一个月 我社会上 我这个企业 我现在少赚了几十万 有的比较大企业的老板 我一个月 我少赚了几百万 我这样好像亏很大 我跟你讲 不管你一个月 你可以进账多少 如果你能够真正静下心来 好好去体会 好好去学习 绝对比你在世间 所累积所赚的那些钱财 都更高的价值 所以要好好珍惜 所以这个层级 你看它就来到第二 这是一种非同寻常 无法言语的现象 头脑保持长久的沉默 不再分析操控判断 这就是道德经要我们做到什么 自虚举守净都 就是这种情况 因为发现 以前用自我去运作 结果很多的观念之间 是带有问题的 所以这时候 他已经来到 那个自我渐渐的淡化了 渐渐的淡化了 所以这时候呢 来到观察者 与被观察者成为 成为同一个人 观照者 消融在观照之中 成为观照本身 这就是所谓的 逐渐的 身见 逐渐的淡化淡化 来到濒临 可以瓦解 破身见的情况 道德经里面 一样有讲到 众生有忧悲 恼苦有大患 是因为 唯武有身 那个有身 不是我们这个肉体 很多人错误的解读 认为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 不是这样 那个就是 有这个身见 有这个我见 也就是有自私 小我的这种心态 我用白话来讲 我们为什么会有忧悲恼苦 因为我们有这个小我 自私的这种 小我的观念之间 才会形成 那这里呢 他就已经来到 把那个小我 逐渐的放下了 人我的对立 已经逐渐的模糊掉了 这个心 这个身心跟外境 这个界限 已经逐渐的在模糊掉了 是还没有完全破除掉 但他已经渐渐的模糊掉了 所以来到观察者 跟被观察者 同一个人 观照者 消融在观照之中 也就是身跟 身心跟外境 已经不会有那种 外境跟他是对立 是隔阂 他已经渐渐找回到 也就是说 渐渐认识天地父母 渐渐来到 体会到 与天地父母 融为一体的这一种情况 这样可以了解吗 他现在越高层次 这个是比较深 但是在你们现在 所学的这个课程里面 都涵盖 都涵盖 这还有带大家 慢慢深入去消化 用清静的心灵来学 来体会 你慢慢你就可以体会到 虽然在其他人 眼里这个世界 还是老样子 分裂对立 这是一般人 分裂对立 但是在这人 眼里世界却是一个 也就是一体的世界 所以大家要来到 所谓的生命共同体的世界 生命共同体 人与人之间 我们体会到 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 你才会真正用爱己之心 去爱护每个人 当我们有生命共同体的 这一种体会进一步 你会来到 看到这个地球上 所有的民主 所有的国家 我们都是 怎么样 命运共同体 是生命共同体 你真正有体会到 生命共同体 这时候 你体会命运共同体 就容易 你才会体会到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 这个不是虚幻的 不是不切实际 而道德经 你只要好好深入去学 你就可以体会到 这样的情况 和宇宙源头进化 一起学同 武道不断浮动 进化的流转 也就是说 他的心灵 他是 这时候 他是 来到 渐渐来到 跟天地 合一 绝对不会把外境 这个外境跟我们无关 如果跟你 还在跟你强调说 这个外境跟我们无关 这是 盗贼 这是敌人 如果像这种情况 表示因为他的心 还没有打开 智慧眼还没有打开 像这种情况 都一直还是在 小我的世界里面 练功夫 当他们慢慢的 把心打开 淡化小我之后 你从道里面去切入 去体会 最快 要破除这个小我 破除这个身见 最快 你才会来到 哇 原来我们的生命 跟整个大自然 跟整个天地 是息息相关 没有这个广大的 大自然 我们这个肉身 我们这个生命 不管你是灵魂 或是你讲什么东东 全部都是 天地所化育 全部跟大自然 都是一体的 你真的体会到这些 你才会了悟 生死大事 才会安心自在 这时候你的灵性 自然的就会慢慢的 继续在往上提升上来 好 继续 灵性正觉的振动频率 是700 霍金森博士 遇到过的最高 最快频率是700 出现在他研究 德雷莎修女 1910至1997年 或1997年 诺贝尔和平奖 的时候 当德雷莎修女 走进屋子里的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的心中 都充满了幸福 她的出现 使人们几乎想不起 任何杂念和怨恨 这是这位作者 她所做的一些观测 我个人也很尊敬 德雷莎修女 真的在这个地球上 能够像德雷莎修女 这样心灵品质的人 并不多 她确实是蛮好的 而且她展现出来 就是没有那些宗教的界限 她在印度的世界里 她本身是以天主教修女出生 出现 但是她在印度的宗教 复杂的情况 复杂的世界 她也跟那些民众表示 我没有要你们来改信你们的宗教 你一样 你天主教徒就是天主教徒 你如果是回教徒 我们一样尊重你就是回教徒 没有要你改变你的信仰 你是印度教徒 我们就尊重你是印度教徒 不是要去洗脑你 然后让你变成为信仰跟他相同的宗教 他没有这样 所以那种爱 你看来到七百 他一定是五百的这种无条件 无所求的重爱 他一定都是具足的 具足的 所以才能过来到七百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展现出来 包括他有一点也让我很敬佩的就是 真正这种成绩的人 他没有那些立三头的观念 不会认为说他是大师 然后要信仲追随他 这个是一般宗教不容易做到的 所以我为什么会跟大家推荐 大家可以跟德莎修尼 跟曼德拉 还有跟甘地 这些都是近代的世界级的伟人 跟他们看齐学习 因为他们真正展现出来就是 没有二元对立 展现出来都是那种高等的心灵 而德莎修尼 很难得的就是 没有要立任何的偶像 也没有要任何的众生信徒追随他 他引领 当然全世界有几百万几千万的人 在靠近他 跟他学习 也加入他的团队 但是他是引领大家去认识到 去体会到 在他们而言是体会所谓的上帝 因为他本身也在找寻 那他就是引领大家回归 找到生命的源头 聊生死大事 所以从来不会要信徒信众追随他 从来不会要信徒信众追随他 把他当作大偶像崇拜 还要什么生生世世追随他 绝对不会这样 这就是他的智慧 以及他心灵高的地方 不过有一点 他来到七百 到后面这个一千 还有一些距离 而这个距离就是因为 德里莎修女 他本身在他的传记 以及在他的影片里面 他也有提到 这个落差就只有差 哪一节 哪一节 因为在他所处的环境 他对于上帝的信 对于上帝的理解是透过信仰 是透过信仰 也就是说 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 他是很坚信 但他还是感受到 还是没有亲证到 因为那是透过信仰 而引导他的人 并没有引导他实际去亲证 所以他的落差 就只剩下这一点 这一些 所以当你只是信仰 而还没有来到亲证 所以他就很坦白的讲 这也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宁愿真的愁 不要假的美 他内心 那个最深层的那个区块 还没有解决 他就坦然的表示 他这个区块还没有解决 也就是 他还没有真正来到 与神与道合一 因为他还没有真正找到 他只是信仰 那个信仰跟实证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也敢把他内心的世界 把他曝露出来 这就是他宁愿真的愁 不要假的美 不要装个 伪装成一个圣人 然后让人家一直在那里崇拜 所以他也把他的问题讲出来 他内心就是这个区块还没有真正的衔接起来 如果他有因缘 学到东方老祖宗道德经的这个智慧 也许他这个区块很快就可以弥补过来了 我相信他这一次虽然没有弥补过来 但是我相信他很快 以他的这一种素质 以他愿意真实面对自己 他这个区块他应该很快就可以弥补上来了 我们也祝福他 也感恩他 但是我讲这些 你不要以为说 那我们心灵品质比他高 你这样的话 那就是我慢 你要来到 他能够做到 包括说前面五百的这个层级 问我们自己 我们能做到了吗 你要能够做到这些 要然后到六百淡化自我 那个自私自利小我之心 我是我能我慢 好为人师 或是要让众生追随的那些心 那个都要粉碎掉了 你如果还要众生紧紧追随 那表示那都在五百以下 因为你当你真正来到五百以上 这种爱他是无条件 无条件无所求 他不会要众生追随他的 所以来到七百的这种层次 他前面的都会具足 前面的那些优点他都会有 只是欠缺后面 那个与道合一的这个区块而已 好 好 再来 开悟尊者的振动频率是一千 一千被称为是神的意志或精神 这是绝对力量的频率 甚至比一千更高 传说 耶稣基督在村子里的出现时 围上来的人们心里 除了耶稣的巨大神圣恩典之外 什么都没有 但冷漠无情的人 感受不到 称心 嫉妒心强的人 还会设法攻击 这里 因为对作者而言 对这位作者而言 因为这种世界对他而言 也只是他的一些推理的 因为这个不是他的世界 所以 包括对耶稣 他也认为 传说 听说怎么样 像这个 有些人认为 他能够测到这些频率 那是不是他的境界就怎么样 不是这样 就好像医生 你能够测量别人有高血压 并不代表说 你本身没有高血压 你能够检测出别人有癌症 并不代表你医生本身没有癌症 你能够测出说 也就是说 那个是仪器在测 不是你本身的 比如说 你能够测到 仪器能够测到别人 怎么样的高分 并不代表你已经能够来到这样的高分 而且那些仪器 那些侦测都仅供参考 那个没办法绝对的 没办法绝对的 所以对这位作者而言 他还是透过一些方法去测 但因为这种世界 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推理想象 所以一千的人被称为是神的意志或精神 这是绝对的力量的频率 这里所讲的神的意志或精神 事实上我们把它用比较白话来讲 就是道的世界 来到道 这里讲神 西方人喜欢用神 老子就是用道 而且道 他是更超越 更客观 更高 没有那些偶像崇拜 所以这是来到道的这一种精神 这一种意志 这一种心灵品质 这是绝对力量的频率 甚至后面的 比一千更高 比如说如果老子出现的话 这位作者他本身他一定测不出来的 你测出来的也只是你仪器里面你认为的 但不是真实的 那不是真实的 在传说中 传说耶稣基督在村子里的出现时 为上来的人们心里 除了耶稣的巨大神恩典之外 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要保留 因为他里面写的是传说 以我所理解的 实相上不会是这样 实相上不是这样的 所以后面我有补充上来 冷漠无情的人 他感受不到 基督心 称心基督心抢的人 还会设法攻击 所以不是说 开悟的尊者 然后他到哪里 什么都被他责伏 什么都 怎么样 不是那回事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耶稣不会被钉死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推理 作者本身他的推理 当然我们也感恩他把这些写出来 但是我希望大家 不要落入那一种 权威的偶像推理 事实上 《道德经》里面都有提到 真正那种心灵 他越高取高和寡 能够认清 能够认识认清的人 不多 所以有些方面 真的我们要回归到现实来体会 就像太阳 对我们生命这么重要 你看《道德经》里面都有提到 太上不知有知 太上不知有知 真正实际上心灵品质很高的人 不是让你用分数 用这些频率 所测出来 不是这样 这还是属于物质层次的测量 当然这些是可供参考 但我跟大家提到就是 仅供参考 不要把它变成绝对 因为真正的心灵 那是 不是你用这种仪器 所能够测量 而且很多都是还是跟你测量者 你本身的心灵品质 跟你内心潜伏意识都有关系的 量子物理就有告诉我们 你的维系的心灵状态都会影响 所以太上不知有知 这方面我们要 就是我们要勉励我们自己 我们要真的去进化 破除我们那些自私自利 让我们真的能够安心自在 好 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后面还有 在道德经里面都有提到 还有中国文化里面也都有提到 自古圣贤 多寂寞 不是说 那心灵品质很高的人 他们走到哪里 大家都感受到 那都沉浮 不是这样 那是科幻小说 你看老子他所讲的 事实上就是 心灵品质层次很高的人 然后他们处在这个世间 因为很少人能够认得出来 而且还会觉得这种人都是怪人 所以道德经里面 有一章也是老子写他自己的处境 别人都很风光 只有我老子看起来是这样的 穷光蛋 大家都很厉害 都很会分辨是非 都很有成就 只有我老子看起来 傻傻的 来 太阳 他的频率绝对超过一千 我讲是真的 绝对超过一千 他的频率绝对比耶稣高 因为耶稣是天地之子 但是太阳天天出现 然后有多少人能够感受 太阳的真的 对我们生命的恩典 天地父母 所以我希望大家 要去体会到 什么叫做太上不知有知 要把这一部分 认清出来 你才能够找到完整的生命 OK 祝大家 谢谢